好,我們來看到第三頁囉 好,這本講義最新的學士還沒有辦法進來 因為已經先改好了 那後面幾本就會把它編進去 知道這意思了沒 那同學你記得反正最後總練習題 還有一些新的考題在後面總練習 你到時候有時間再去做一做 知道了沒 盡量多練 考題在寫習題的時候 記得養成一個習慣 五分鐘之內寫不開 就要看詳解了 不要懷疑 然後你要紅筆做記 因為你要預期你自己要念第二遍第三遍 那熟練度要慢慢出現 知道了吧 那复習同學我們就正式開始上 上下去應該會覺得 其實复習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 知道這意思了吧 把觀念該建立的建立好 好,請看第三頁 第三頁第一點有理數 有理數的定義不要忘記 凡事可以化為分數的數 都叫做有理數 P分之Q 然後PQ屬於Z寫個小1 P不等於0寫個小2 PQ互值寫個小3 好,123 化為分數的數 PQ都要是整數 分母不得為0 經化減後 最後要互值 它就是叫做有理數 有理數有稠密性 兩個有理數中間還會有有理數存在 很簡單 就用終點公式就可以了 對不對 那同學 無理數也有封閉性 整數是不是沒有封閉性 兩個整數之間有沒有整數 沒有 應該不會考這麼細了 大概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好,再來第二點 雙重根號 雙重根號 PQ都要屬於自然數 假如P大於Q的時候 同學 前面是兩數相加 第二重根號係數要2 第二重根號裡面是兩數相乘 大的寫前面 小的寫後面 中間加號寫加號 中間減號寫減號 這個叫雙重根號 一直在使用 應該要記得 第三點 循環小數變換公式 循環小數變換公式 我們以前在高一也講過 如果基礎數學裡面的探討 就是只有探討 循環小數可以化為分數 所以循環小數是有理數 聽懂這意思了沒 循環小數的公式證明 我們以前在高一是用 同學代數去印開來的 如果你還忘記的話 就回去找一下 那未來在微積分會用 無窮等比證出來 等到第五策到時候才交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 公式稍微寫一下 就寫在循環小數變換公式後面 小數點後 有循環的補久 沒有循環的補齡 以後會用無窮等比再證 以前是用代數證 我就不再證了 因為代數的證明 課本參考書都沒寫 我有寫給你過 有循環的數補久 沒有循環的數補0 這是分母的部分 分子的部分就全部的數扣掉 沒有循環的數 好 分子的部分就全部的數扣掉 沒有循環的數 好 所以同學 你可以看到第一條公式 0.A循環 小數點後 一個循環節 所以補一個9 9分之A 0.AB AB循環 兩個循環節 分母就是99分之AB 那個AB不是A乘B 是10A加B的意思 不要忘記 再來第二小點 有循環的補久 沒有循環的補0 所以是90分之A 0.00AB 有循環的補久 沒有循環的補0 9900分之AB 那個AB是10A加B 比較重要的是第三條 打個星星 同學 全部一樣分母 還是一樣 有循環補久 沒有循環的補0 990 全部的數 ABC 減掉 沒有循環的數 減A 那A.BCD B循環就是990分之 全部的數 ABCD 減掉 沒有循環的數 減AB 所以我們在旁邊 右下角空白 舉個例子 這個社會組聯考考過 1.254循環 會等於多少 1.254循環 所以同學 小數點後 有兩個循環節 補兩個9 有一個沒有循環到補0 990 全部的數 全部的數就是 1.254 減掉 沒有循環的數 就是12 可以了嗎 好 算到底 所以同學 990 分之 1242 好 1242 同學 本身可以 約到最減 畫到最減 所以同學 應該沒問題吧 先用9去約了 先用9去約 110 91得9 34 93 27 72 98 然後再用2約 所以是55分之69 以課維 以課綱精神 他只會問你循環小數 是不是有理數 聽懂了沒 如果要問循環小數的值的 題目的計算方法 講實話 新課綱 應該是放在第五冊為 積分 那邊才會介紹 好 再來第四點 算幾不等式 也常常在用 對不對 同學可以推到N個 課本上只有兩個了 我們是推到N個 N個數 相加除於N 算數平均數 N個數相乘 開N次方根 就是要幾何平均數 算數平均數 大於等於幾何平均數 等號成立的時候 各數都要相等 使用時機 就是記那三個字 還記得嗎 正定等 正 算幾 一定都要正數 因為有根號的問題 定 何是定值求成積的極值 或者成積是定值求何的極值 因為它是一個條件 一定只能解一個未知數 所以必須要有一方必須要知道 不是何知道 就是機知道 定 等 同學算幾不等式的極值 都是發生在等號成立的時候 不要忘記了 OK 同學翻過來 請看題目囉 第四頁第一題 好 第四頁第一題 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這種觀念題還是介紹一下 預防萬一 很久 大概二十年以上沒有考了 誰知道哪一天突然解凍也不一定 來 請看A選項 同學 AB都是無理數 則 A加B會是無理數 同學這邊要介紹一個評語 那邊有寫這個第一個A選項考的叫做封閉性 經運算後 還記得嗎 所謂的運算就是加減乘除 同學 數系的屬性不變 所以我們在後面瓜胡著名 評語後面瓜胡著名 同學 有理數有封閉性 有理數加減乘除 有理數 還是有理數 十數也有封閉性 加減乘除 當然分母不得為零 有理數跟十數有完全封閉性 整數是只有加減乘有封閉性 整數除整數不一定是整數 所以小時候是這麼講的整數是半封閉性 完全封閉性的只有有理數跟十數 數系屬性不變 還在那個數系中就可以了 有封閉性的我寫給你 其他沒寫的都不一定有封閉性 可以了嗎 今年考試一下去之後 同學有一些問題就產生了 同學 可能未來你們數逼也是要報名 數逼也要報 聽懂了沒 到時候複習我可能數B也會幫你們複習一點點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有些科系是採集數A數B 它打頓號 數A數B 然後大考中心的解釋是 你只要這兩顆有一顆過就好了 比如說我下數學要前標 它上面寫數A數B 我也許數A前標是不是過 數B前標也叫過 聽懂這意思了沒 知道了吧 好不好 所以同學們可能未來你們可能數A 因為考完了大家才去認真發現那個 那個什麼申請手冊上原來是個意思 數A數B為什麼可以兩顆 原來是只要其中有一顆過就好 知道了吧 當然有的科系是只要數A 但是有一些商學系是數A數B都可以 知道這意思了吧 所以該準備還是要準備 好不好 那數B會相對好考 不用擔心了 數B大概只有數A的一半嘛 對不對 可是數B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到時候會教什麼經緯線啊 什麼圓錐結痕啊 到時候也會幫你再複習一下 知道了吧 還有什麼什麼IP點啊 VP點啊 知道了吧 那個什麼就是兩個火車這樣子 一個什麼遠距的點 到時候就補充這幾個東西 會再幫同學們複習一下 好不好 好來同學我們正式來看選項 好請看AB都是無理數A加B是無理數 看都不看A就打X啦 為什麼 因為如果A是對的是不是代表無理數有封閉性 無理數加無理數是無理數 可是我剛剛講了一句話你有沒有聽進去 我說有封閉性的我是不是寫給你了 剩下我沒寫就有沒有封閉性 沒有 聽懂了吧 所以A當然是錯的 同學寫在下面 打個X 舉個反例就殺掉了 無理數加無理數不一定是無理數啊 舉個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3加根號2 無理數 3加根號2是無理數 能夠化成有限小數嗎 沒辦法 聽懂這意思了沒 它是個不循環的無限小數 無理數 然後再加上1-根號2 也是無理數 可是這兩個無理數相加等於4 有理數 找到反例就錯了 所以A錯打掉 好再來請看B選項 AB都是實數 A-B是有理數 A乘B不屬於有理數 就是無理數 實數分成有理數跟無理數 不是有理數就是無理數 A乘B是無理數 則A加B是無理數 B選項對還錯 A-B是有理數 A乘B是無理數 則A加B不會是有理數 同學我們小時候講過這種題目 第一種是我找到反例了 是不是就錯了 聽懂這意思了沒 第二種 如果我找不到反例 注意喔 邏輯上你找不到反例 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它是對的 一種是你找不到 找不到反例是有兩種情形 一種是真的它是對的吧 一種是它有反例 你是不是找不到 聽懂這意思了沒 所以比較高段的學生 應該是這樣處理 如果你害怕的話 你的B選項 如果它是對的 就一定可以正得出來 如果它是錯的 你就正不出來 聽懂這意思了沒 那同學B選項的證明 應該是要用反正法 借助反正法 我們新課剛反正法刪掉了 可是我有教 我說過你遲早有一天要用到 有念自然主的話 叫反正法 反正法就是順正不易 採用反正 反正法就是把結論下否定 透過一系列的證明 發現跟已知矛盾 所以你假設那個結果是錯的 是錯的 所以負負得正是對的 我們小時候不是舉個例子嗎 叫你證明陳彬老師很帥 然後就是帥的條件對不對 然後我要證明陳彬老師很帥 然後我要證明陳彬老師很帥 老師我證不下去 我先假設陳彬老師不帥 然後發現A跟已知是不是都矛盾 所以陳彬老師不帥是錯的 陳彬老師超帥 知道這意思了沒 所以反正法就把結論下否定 於是我就假設A加B會是有理數 我先把結論下否定 我先把結論下否定 結論是A加B不是有理數 我先假設它是有理數 可以了嗎 可以了啊 好 所以同學我們就發現 A加B是有理數 A減B也是有理數 有理數有封閉性 所以A加B加上A減B 等於2A會是有理數 於是我就推到A是有理數 再一次你假設A加B是有理數 條件是不是告訴我A減B是有理數 可不可以 根據封閉性 有理數加有理數 是有理數 2A是有理數 有理數乘有理數也是有理數 2是有理數 所以A是不是有理數 可以了啊 那同樣 同理 2是相減 可以得出B也是有理數 那AB都是有理數 所以A乘B是有理數 恭喜你 矛盾 因為已知條件告訴我 A乘B是不是無理數 好 這個題目是預防萬一 因為每年都會解凍一些題目 誰知道會不會解凍 對 我也抓了20年也從來沒考過 知道這意思了 不過我還是希望你把這有理數無理數搞清楚 矛盾 矛盾 所以同學我們就發現假設錯誤 一般的反證法都沒有加這四個字 我說加了這四個字在說理上會比較清楚 證出跟已知矛盾 所以我假設錯誤 我假設A加B是有理數是錯的 所以故A加B不是有理數 B選項對 打勾 好 我剛剛講找反例是一種解法 有的時候找不到反例 你可以相信你自己找不到 對不對 也有可能是你找不到 好 那我說過這種找不到反例的時候 我就建議你可以用反證法 證證看 反證法證得出來 就一定是對的 聽懂了沒 反證法如果證不出來矛盾 就代表這個選項其實是錯的 好 C選項 A的7次方有理數 A的11次方有理數 則A是有理數 對 C選項對 打勾 因為7跟11是不是互值 7跟11互值 當然可以去除出來 A會是什麼 A會是有理數 那你要我做我也可以做啊 A的11次方除以A的7次方 有理數有封閉性 有理數除有理數是有理數 有理數除有理數是有理數 那你要證出A是有理數 簡單啊 那我再用兩個A的4次方 乘A的4次方 再除A的7次方 果然得到A的1次方 會是有理數 護值就可以證出它是有理數 如果不是護值就證不出來 它是有理數 你也可以這樣想像啊 7跟11的最大供應數 是不是1 所以一定是出得了1出來的 知道了吧 好C隊打勾 終選項 對還錯 別怕嘛 就寫上去嘛 反正錯了就紅鼻改而已 諸選項對還錯 對 諸選項是對的啊 對不對 三式相加 是不是可以得到A加B加C是有理數 A加B加C是有理數 減掉A加B是不是有理數 是嘛 對不對 所以諸選項是對的 如果硬是要寫的話 我就寫快一點 兩倍的A加B加C會是有理數 所以A加B加C是有理數 然後所以同學我們的A加B加C 減掉B加C 會等於A 有理數減有理數 當然有理數 所以諸選項對 對 E選項 E選項對還錯 錯 錯了 E選項當然是錯的 因為你相加起來 是不是證出0是有理數 你沒有辦法證出A加B加C啊 所以你處理不下去 知道這意思了沒 那同學E選項用反例去找就好了 你用證也證不出來啦 所以他就應該是錯的啦 那同學反例其實蠻好找的喔 同學我就假設A是1加根號2 B是2加根號2 C是3加根號2 所以兩兩相減 同學都是有理數 可是ABC是不是有理數 不是 聽懂這意思了沒 都不是有理數 好答案選BCD 好接下來請看第四頁第二題 下列合則哪些可以用尺龜做圖在樹線上做出來 無理數的尺龜做圖僅能做出空格填上去2的K次方根 好只能做出2的K次方根 尺龜做圖一定可以做出有理數還記得嗎 對不對喔 但是無理數做不出來 尺龜做圖 同學有理數的做法就是借助平行線結比例線段 同學我們比如說同學我們小時候是舉這個例子 我要做三分之一 好這是有理數 有理數的尺龜做圖 化為分數的數叫有理數 怎麼樣做出三分之一勒 蠻簡單的 同學 3 2 4 6 好同學他是這樣做的 我們就這是0 這是1 我們隨便拉一條線 然後把他三等份 把他三等份 三等份之後同學我們就做尺龜做圖可以做平行線 尺龜做圖可以做平行線 所以這裡是1比2 這裡也是1比2 所以三分之一是不是做出來 看懂這意思了沒 這是有理數的尺龜做圖 所以尺龜做圖 所有的有理數是不是可以做出來 聽懂了 那無理數的做法咧 無理數的做法 好同學我們都是用半圓在做的 好 借助半圓來做 嘴指 這個長度是A 這個長度是B 拇指相似三角形 所以它根號可以一路疊上去 兩個相乘開根號 好寫下來 直徑所對圓周角是直角 相似型可以震出這段長是根號AB 所以根號可以不斷的疊上去 所以只能做出2的K次方根 好不斷的疊根號疊根號上去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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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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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答案勾下去 A對循環小數就是分數 可以化為分數 可以化為分數就是有理數 A對 B選項我就隨便畫一下 根號5 B也對 B也是對的 再來C選項 C打X 三次方根做不出來 只能做2的K次方根 諸選項 諸選項可以做 雙重根號可以做 雙重根號我是這樣做的 同學你先做出根號5之後 同學再想辦法做出來 這是1 垂直 然後我們就可以先做一個 根號5再做一個2 這一段長是根號5 你上面有了之後 這一段長有 然後這邊再抓一個2 所以是不是根號5加2 看懂這意思了沒 你先做出根號5 原規放下去 分 根號5 尺量2 再1 找圓心半徑畫下去 直接畫垂線就可以了 所以同學這一段長就是 根號的 兩個相乘 根號5加2 好就可以做得出來 根號5加2 所以都是要你判定做不做得出來 知道了吧 這幾題都是防守而已 預防他再考一次而已 所以租隊打勾 1 1選項是陷阱題 看穿了沒 1選項是陷阱題 看穿了沒 不曉得看穿了沒 6次方根的343 導師 導師只能做2的k次方根 所以6次方根做不出來 所以錯 糟糕 果然中陷阱 好 果然中陷阱 這個題目啊同學 有的時候出題還是會出喔 考數據敏感度就討厭 你數據敏感度沒有到位打屁股 343是7的是不是3次方 49乘以3是不是343 聽懂這意思了沒 所以同學這題有點尷尬 是7的3次方 開6次方根就是6分之1次方 指數率不要還給我 開6次方根是不是6分之1次方 343是7的3次方 所以同學算出來是7的2分之1次方 根號7當然做得出來囉 所以1對打勾 好 1選項有陷阱 考數據敏感度 每年有些題目是考觀念 有些題目是考計算能力 考計算能力的時候 就有可能考到數據敏感度 好我喝口水 第三題請享受 每年都要拿這題測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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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我告訴你 有同學 有同學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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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敢算 你用除的很好 很好 趕快除 不要猶豫了 聽懂這意思了沒 欸老師講一句實話 我從我教書第一年就開始在教高三 然後高四班 像已經教了三十幾年 我每年都叫學生們試 那個不是的同學啊 我沒有看他考好過 聽懂這意思了 欸老師我只要軍標就好了 對啊 像今年軍標超簡單 三十分啊 可以放棄十四題啊 寫六題就軍標了 聽懂這意思了吧 啊今年頂標也很簡單啊 頂標只要寫對十題就好了 可以放棄十題欸 那是因為今年題目超難 明年你們一定會做調整 但是你也不要以為會考一加一等於幾 聽懂這意思了沒 正常學測考題 正常學測考題 我認定分高下四到六題 四到六題 出簡單一點四題 出難一點六題 今年分高下大概超過十六題 知道這意思了沒 所以今年成績爆爛 但是明年會做調整 因為教授啊都活在雲端 聽懂了沒 他只有雲端的消息 所以他認定 我已經把數B簡單的拉出來啦 所以你敢念數位的都是搶的啊 強的我就考難一點啊 砰全死 聽懂了沒 所以明年會調的稍微簡單 但是你不要幻想好像很簡單 知道這意思了沒 會調的稍微簡單 也許分勝負 也許他可能會六到八題 然後發現還是全部掛 所以你們的學弟學妹才會恢復到正常 你不要以為你就恢復正常了 你們的考卷會比今年簡單 但一定還是不簡單 知道這意思了沒 好不好 所以同學你要記得 我叫你試你就試 哪怕你是用笨方法也沒有關係 答案先寫出來 研究數學講過N百遍 研究數學回來再講 考試只有一個目的 寫對答案 知道這意思了沒 就長處就好啦 聽懂了沒 有同學用這一招 還拍寫錯 那不是更好笑 那你還不如長處咧 對不對 這一招下一步 同學有四個循環節 九有四個 是不是四個循環節 他只有三個數 所以同學答案要補個零 所以答案就是零點零六九三 零六九三循環 那有除了同學 早就發現這件事情了 聽懂這意思了沒 除下去會發現有規律性 這種題目沒有規律 怎麼會問兩千多位 按照人類心理學去判讀 應該也是這樣子的 好然後同學每四個一循環 這個是倍四除於一 我就寫個四k加一 這是倍四是不是整除 倍四除於二 倍四除於三 四k加一 除法原理 倍四除傷數於一嘛 對不對 好所以同學 我們又發現二零一二 除以四 同學會於零 整除四的倍數 所以同學 答案就是三 我就直接寫個三 就好了